我们小的时候或许都有过这样一种经历 做了错事不敢让大家知道 不仅要将它埋在心里 还要彻底表现地与自己无关 据而就知 那件事成了一只鬼魅 无时不刻地折磨着自己 并且这种折磨永远无法与人分享 只能一个人承受所有后果 大家好 这里是极致读书 遇见一本好书 打开一个世界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由须一瓜的长篇小说 太阳黑子 讲述了三个身份各异的洁白兄弟 共同抚养一个孤女 在巧合之下 牵扯出一桩陈年大案的故事 七年之前 西龙水库发生了一桩灭门惨案 别墅里一家五口惨遭灭门 场面血腥不堪 河边的森林里三个少年仓皇逃跑 逃出去的是星小峰 杨自道和陈彼绝 但逃出不代表升天 有些事对有些人来说 活着 未必就比死亡更幸福 对于那一家成员于皇权的尸首 星小峰他们错了 注定错的事情 无法去做辩解 也不应该忘求辩解 所谓的理解和救赎 都不应该属于犯下命案的罪人 应该奢望和渴求的 但是他们依旧渴望 渴望还可以多活 哪怕一分一秒 希望还有时间给他们赎罪 赎罪的方式 有很多种 已经过了七年 此时星小峰已成了一名协警 杨自道成了一位低哥 陈彼绝则是一名渔夫 他们三个人一起抚养了一个女儿尾巴 过着平静却不低调的生活 星小峰总是完命的抓贼立功 却从来没想过转正为正式警察 杨自道作为收入微博的出租司机 却总是多管闲事 自然勇为 还差点为此丧命 他们的平静生活 随着一个人的到来而打破 雨夜中 杨自道被抢劫遇到了警察 也是一谷春 然而为了不暴露身份 大腿被刺伤的杨自道 仍是撒了谎 对于劫匪 谎称是找不开钱的乘客 并让他们携款逃跑了 一谷春虽然相信了 但一个怀疑的眼神 让杨自道深感不妙 一谷春是个刑警 他调过这边当警长 星小峰就在他的手下 去拿金鱼时 只拼一眼 一谷春就锁定了两名罪犯 这让星小峰察觉到了危机 在高速公路上 一谷春一眼识破 劫匪拦车拔枪的一系列动作 更是显示出他的眼神的毒辣 也更让星小峰惶恐不安 于是他决定辞职 星小峰杨自道计划把尾巴 交给一对没有子女的夫妻 毕竟他们跑路 不能让尾巴跟着受苦 而且也不方便 可这时尾巴却查出 心脏病必须做手术 手术费也高得吓人 星小峰忍不住痛哭 尾巴的病情刻不容缓 他们决定留下 冒着东窗事发的风险 这一刻 他们不再是七年前 灭人满门的汉匪 他们只是一名父亲 在一次下水到执行任务时 星小峰的脚被卡在了 水里的铁架中 一谷春及时救了他 让星小峰更难开辞职之口 在被星小峰回家的路上 一谷春无意间提起了 七年前的那场悬案 由于案件证据太少 给案件的侦破 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侦破方向也就多种多样了 其中有一种说法 是犯人是同性恋 而一谷春则对这个说法 嗤之以鼻 因为现场有挣扎的痕迹 而同性恋不具备这一作案条件 对于这一猜测 一谷春不信 这个猜测让星小峰 心头一惊急刹车 左手捏捏烟头的动作 让一谷春联想起 案发现场的那枚 没有指纹的烟头 星小峰是个聪明人 他激烈地表现出满不在乎 激烈地想表现出自然 然而一个人再怎么努力 假装也必然会留下破绽 他始终没能摆脱 一谷春的怀疑 直到一个契机的出现 在一次任务中 星小峰救下了一个台湾红酒商 并且在之后与红酒商来往密切 一谷春不解 出于直觉 他追踪了星小峰 不料却意外撞进了 星小峰与红酒商的激情戏码 在一询问下 星小峰承认自己是同性恋 自此 星小峰终于摆脱了一谷春的怀疑 另一方面 杨子道拔刀相助被抢劫女孩 却被刺中胸口 还是为了掩盖身份 量抢回家 拿白酒为伤口消毒 自己穿针引线缝合伤口 撕心裂肺的疼痛感 那么真实而无奈 苟且偷生的日子 更是肚日如年 而那个一面之缘的女孩呢 正是一谷春的妹妹一谷夏 爱上了做好事不留名的 出租车司机 杨子道住院期间 遇到了兄妹二人 急急忙忙办出院 而办出院的另一个原因则是 要为收养的七婴尾巴 继承医疗费 尽管新校风已经转移了 一谷春的视线 但是他并没有死心 做了最后一搏 也是给他自己放手的 最后一个理由 他选择让一谷夏 去捅破这层窗户纸 当杨子道脱下上衣 露出纹身的那一刻 他把命叫给了一谷夏 这不仅仅是因为爱 也有着那么几次解脱 杨子道累了 当一谷夏翻阅着当年的案卷 才发现 这个有纹身的大叔 就是当年灭门惨案的三个少年之一 仅仅明白这个纹身代表着什么 也明白了杨子道 为什么不能选择接受他 他痛苦 不安 却又无比坚定 他要选择和杨子道私奔 私奔之前 他欺骗了他的哥哥 寄希望于 让他的哥哥放弃这件案子 一谷春听到想一下痛苦的说道 他们是同性恋的时候 那种颓废又长嘘一口气的表情 真真切切 他颓废一直做案子 终究还是没有破 也颓废于新晓峰 原来真的是个同性恋 但他又庆幸于 原来新晓峰真的不是那个凶手 准备睡去的一谷春 无意间的 一瞥发现了小夏翻丢的那个标签 也明白了一切 气了一心的哥哥顺头摸瓜 找到了新晓峰的住所 发现了他和杨子道分床睡的事实 原来他们不是同性恋 在一谷春就要放弃之时 一根窃听线 拖出了埋藏七年的秘密 变态的房东在新晓峰 和自造的屋内装了窃听器 常常在楼上边 边听边记着些关键词 新晓峰和杨子道 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的暴露 卷是因为自己特意租的 自己以为安全的偏僻小屋 屋主是个偷窥狂 他总是喜欢一个人躲在房间里 偷偷窃听租客的秘密 以判断租客是不是坏人 从而决定要不要赶走 毫无疑问 他的行为是违法的 但是他却凭借自己的主观想法 来判断租客是否是坏人 以此来满足自己变态的好奇心 和虚荣性 简直可笑又可恨 一谷春来新晓峰家 却意外发现屋主的窃听器材 从而听到了新晓峰和杨子道的谈话内容 这简直就是新晓峰三人的催命符 新晓峰之前所做的一切都前功尽弃 一谷春听完心急沉重 随后他就接到了新晓峰的电话 两个杀手需要他们抓捕 在抓捕过程中警察出现伤亡 他们追到了楼顶 连一谷春都受了伤 在这时刻同事何松赶来 可惜在于杀手搏斗中不幸坠亡 眼看杀手就要过来 一指得让新晓峰放手 新晓峰拒绝 一再再让他放手 并劝说新晓峰与杨子道 陈笔决一起去自首 新晓峰震惊 眼里有了一瞬间的犹豫 下一秒 他抱了一声粗口 顺利吓到杀手 给自己和一谷春 争取到了活命的机会 支援部队及时赶到 顺利救出一谷春 并且抓住凶手 面对死刑注射的二人 都有一种心照不宣的平静 装风卖晒 实际高车上的陈笔决 在逃亡后也跳海自杀 他们把孩子托付给了一谷春 希望他能够好好照顾这个孩子 等孩子长大以后 也不要告诉他 有这三个爸爸 也不要知道 发生在他身上的那些灰色过去 过去的 终究是过去了 希望他记住的都是 人生的美好部分 不要再为了这些错误 导致这个孩子的一生 也活在阴影之下 执行死刑 他们在痛苦中开心地死去 也许是真的解脱了 不用再背负这么大的负担了 可是事情却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转折 真正的幕后黑手出现了 原来所有人不过是替嘴高摇 原来当初的罪犯一共有四个人 当时新晓峰摸上别墅 却正好撞见洗完澡出来的女画家 由于害怕 她抱着女画家捂住她的嘴 不料 女画家受到惊吓 心脏病发作 当场去世 新晓峰 杨自道和陈比诀都吓傻了 可是第四个人 却是个心狠手辣的主 所以新晓峰根本不是灭门案的凶手 虽然女画家是她害死的 但这只是误杀 杨自道和陈比诀 更是连误杀都算不上 这样来说的话 他们三人都罪不至此 那他们 为什么不把真相说出来 而是选择赴死呢 原来 这一切都是因为尾巴 尾巴并不是他们所说的孤儿 她的亲生母亲就是被新晓峰误杀的女画家 他们赴死的原因 也是害怕有一天 尾巴会发现 一直爱着自己的三个爸爸 居然是害死自己家人的罪魁祸首 在这样的情况下 只要是个正常人都会崩溃吧 所以只有他们 从世上消失 从尾巴的记忆里消失 尾巴才能有一个轻轻松松 安安稳稳的未来 人都会犯错 我们能做的 就是拒绝犯错 减少犯错 用正确的方式 面对和补救自己犯下的错 时间减轻不了后果 而那 只被你的恐惧和侥幸滋养的鬼魅 正将彻底摧毁你的人生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